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即將在2024年4月21日至6月9日舉行 是兩年一屆的 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 在2月25日 就率先舉行18區細CK啦啦隊大賽 為這項體育盛事進行揭幕 這項體育盛事進行揭幕 18區大型綜合運動會 謝謝 歡迎呢 為了新城大教育大全港運動會 18區14區的大城 我們可以求助官藏和國營運動會打電 也會證明揭替A4區差異報告 全港運動會 全城的運動會 最後,我這裡不足 我和每次在參加的建議 但比賽中,你也做得十分 18區祭司目的是要體現各相關機構 對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給予的全力支持 同時宣告 來自18區的參賽運動員 已經準備就緒 我們18區運動員展示聯署 經濟的選領支持體育委員會 積極去港社區古革體文化 令陳生元力扮演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掌聲鼓勵 現在正式大學 大學的大學 全港運動員展示聯署 全港運動員展示聯署 最重要的成績 3、2、1 我們一起按下獎人 大家看到了 18區運動員加油 我們全力支持你 1、2、1 18區祭司儀式之後 有來自不同舞蹈組別的表演單位 在現場樂力演出 亦代表18區啦啦隊大賽正式開始 對,我們現在歡迎大埔區啦啦隊 1、2、1 1、2 R 1、2、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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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當日同時設有最巨人氣獎 由現場觀眾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 結果會在五月份公布 大家記得留意 一輪經歷的比賽之後 十八區啦啦隊大賽 由離島區脫榮而出 還同時獲得最佳表演獎 和最巨地區特色獎的冠軍 一起欣賞得獎隊伍的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不就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